中国历史懂不懂 揭开秦始皇暴毙的真相 本节目由台湾好酒白霸子高粱酒赞助播出 因为这个秦武王赢荡啊 他不是喜欢练武吗 所以他的身边呢 就围绕着一批大历史 大家呢没事呢 就在这边呢成勇斗狠 结果有一次啊 这个秦武王啊 他就突发奇想 想要呢 我要开始呢称雄称霸 怎么做呢 我要立可举顶 就是我的力气特别大 超过一般的常人 我可以把这个顶呢 这种很重的这种青铿器呢 举起来 果然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把这个顶呢举起来了 但是啊毕竟这个顶太重了 所以这个顶呢砸下来 他一失手呢砸下来就砸在他自个儿身上 所以他当场呢伤重而死 所以这个秦武王在位呢 时间很短 只有三年 那么秦武王呢 因为他死后无子 所以这个王位继承发生了中断 他没有儿子嘛 所以就由他的弟弟 就是秦昭湘王在位 秦昭湘王的名字叫做 迎记 这个记字呢 就是合字簿 我们说设计为大的记 哇这位昭湘王啊在位的时间那就久了 他在位足足有五十六年之久啊 所以各位也可以想到他十八岁即位 在位五十六年他活到了七十四岁啊 过去我们都说人生七十古来兮 所以他一直活到七十四岁才病逝 那么这下子呢 因为他在位五十六年啊 就苦了他的儿子了 他的儿子是谁呢 就是接班人 安国君 这位安国君啊 是等这个王位等了足足的一辈子啊 因为老爸一直安安稳稳的坐在王位上啊 所以这个安国君啊 等啊等啊 好不容易秦昭湘王 终于病逝了 安国君呢 坐上了王位 这个时候 他已经五十四岁了 你看是不是足足等了一辈子啊 但是这个安国君啊 身体不好 突然之间坐上了王位 而且呢 还要处理这么多的事情 因为呢 国有大伤嘛 还有诸多的繁杂事物 所以等到安国君正式的登基即位 才三天 安国君就病逝了 只有五十四岁 好 这位安国君 就是秦始皇嬴政的祖父 好 各位已经听到 他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了 不过呢 安国君他有二十多个儿子 那么这二十多个儿子啊 对于王位都很有兴趣 大家呀 你争我夺 名争暗斗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 秦始皇他真正自个儿的父亲呢 是所有兄弟之中 是所有兄弟之中比较弱势的一个就是公子义人嘛 那么在这个安国君二十多个公子之中 他比较重视的是公子西 我们就简称叫子西 就是西流的西 把三点水换成一个人字部 这个公子西呢 可以说当时在朝野都有一番势力 但是呢 这个安国君呢 其实他最钟爱的夫人 是当时的嫡夫人 华阳夫人 这个华阳夫人呢 他来自于南方的楚国 他的娘家很有势力 他自己本人呢 又长得非常漂亮 也能歌善舞 可是啊 他有一个大缺点 这个华阳夫人 并没有但欲子嗣 也就是说 他没有儿子来接替王位 因此呢 他身上的荣华富贵 随时是可能终止的 那么这件事 就被吕不韦看上了 吕不韦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不是一直在扶持公子义人吗 这一位落魄到 当时邯郸城的贫穷贵公子吗 所以呢 吕不韦呢 他不去找华阳夫人 他找谁呢 他找华阳夫人的弟弟 叫做杨泉君 这个人呢 目光短显 没有什么作为 所以吕不韦呢 就对他小语大义 吕不韦就告诉他 欲知详情下回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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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